提到英飞尼迪 我最初的印象是FX系列 那时候我还上高中 第一次看见FX 哇塞那台车简直太帅了 中大型SOV 有个吊睛眼 圆润的车身 还有大轮圈 那时候我就理解了英飞尼迪 这种比较个性的日系美式豪华 为什么叫日系美式豪华呢 因为英飞尼迪这个牌子 1988年就打到美国市场 然后深耕于美国市场 去造那些符合美国人 消费习惯的日系豪华车 那很可惜FX系列后来是QX70 然后到了2017年 它就没有然后了 它就凉了 不过呢 另外一款旗下的中大型SOV JX系列 就是GORX 很好的延续了下来 而且更名为QX60 如今还迎来了全新一代的QX60 并且引入了国产 那这个车最近特别火 当然它火 并不是因为英飞尼迪的中国 是因为这个二哥最近陷入了人设崩塌 然后这台车呢 顺便也火了 所以今天小郭就带您体验一下 这个二哥人设崩塌前最后代言的一款车 到底怎么样 话说中大型SV这个市场啊 它还是比较内卷的吧 比如说这个QX60 它尚有BBA 然后旁边呢 还有林雷沃 想在这里面生存呢 必须得有点本事 那首先呢 它把自己的体格子造的比较大 那车身长度已经达到了5127 宽度呢 也有2米 只不过它的轴距是2米9 不及一些这个超过3米的选手 外观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首先说呀 这个英飞尼迪还是很会诠释豪华的 你看啊 它这个进气格山倒梯形的 然后里面是这种折纸的设计 大灯呢 上面有这种断层的起键式的设计 而侧面这个镀银饰条 我觉得就更有意思了 你看 一直溜到车尾 配合这个双侧车身 在车尾处还有个顿底 所以能发现了啊 这车上还是有很多东方设计元素的 千万不能叫日本设计元素 这折纸 这毛笔 这不都是中国的吗 外观有两个细节点呢 第一个细节点就是 它有一个20英寸的轮圈 在这个级别也不算大 毕竟某些品牌都有22英寸的轮圈了 轮胎的型号是255 50 R20 也不算宽 前唇和后包围都是这种镀铬式设计 特别像这台车呀 它压着一个雪橇 QX60呢 现在有6座和7座车型 现在就是满载状态下的后备箱状态 你看我们给它C满了 大概就能知道放多少东西了 那后备箱的盖板下方 还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储物格 藏一个买房钱 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第三排座椅放倒以后 座椅全屏 同时呢 近身空间还是非常客观的 现在这些豪华车 越来越讲究个性化设计了 所以英飞尼迪这套内饰呢 我觉得有一些过于低调 没有什么太大的亮点 但是豪华一般也体现在细节方面 所以细节上 我觉得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比如说你摸着啊 上面是软糖素 木纹 带缝线的针皮 钢琴烤漆 以及铝合金试板 整个内饰用料的质感 是非常非常棒的 做工也很到位 按键的阻尼感 还有这个 看这个打开的阻尼感 这些细节都做的很好 因为我觉得豪华这个东西 不只是表面 很多还是车主 这个日积月累使用过程中 所能体现来的一个反馈 这些细节做好了 才能诠释一个豪华车 应有的态度 对吧 那人性化体验层面 首先这个座椅 真的让我想到了 过去日常那种大沙发座椅 第一是羽形特别大 然后呢 它头段的偏重物是软的 接来是偏硬的 这样的话就有一个 好的乘托感的同时 还能保证你身体是舒适的 我今天开这个车 跑了两个小时的长途 没有感觉怎么累 这个座椅是真的真的很棒 那配置方面 首先呢 这是个顶配车型 那有两个12.3寸的屏幕 然后有缓约收地的抬头显示 有L2级的辅助驾驶 还有BOSS音响 那说到音响啊 我觉得QX60目前的对手 都是什么音响的 瑞威 马克莱文森 宝华伟健 咱不说BOSS这个品牌 竞争力如何啊 这个我不懂我不评论 但是就耳朵听上去 那这个音响确实要比那三哥 稍微逊色一点 所以接下来我希望 英飞尼迪可以继续优化 它的音响的水平 到了第二排 这个优缺点就很明显了 首先说 它做了个六座布局 这边就特别好 有独立的座椅 中间这个过道也挺宽的 还有单独的扶手 椅形很大 坐上去很软 坐着特别的舒服 那缺点也很明显 那第一就是 这个头部空间 稍微有点小 如果我是一个1米8以上的朋友 坐这会有点压抑 第二就是 哥们都豪华品牌 重大起来自为了 这个第二排座椅呢 还是一个纯手动物 看着没 连个电动的腰部支撑都没有 而且第二排的配置呢 只是这里有一个 独立的空调操作区域 像储物空间啊什么的 都挺少的 所以这个第二排 整体表现在豪华感上面 体验不到什么 那除此之外呢 它的腿部空间还是不错的 就是第三排方式有两种啊 那第一种是 你一键啊 有个电动按键 一键就可以把这个座椅 直接翻折进到第三排 很方便 第二种就是 我现在这样 你看我把它调到了最前 然后呢 腿部空间大概还有一拳充裕 这时候你从过道进去 然后再看一下第三排的便宜 第二排我已经调整了 一拳的腿部空间呢 第三排基本上也顶膝盖了 但好处是 它第二排座椅很高 所以我这个45号大体子啊 它是可以放在 第二排座椅下面的 勉强能塞一个成年人 头部空间稍微有点小 那长途乘坐的话 如果我坐这个第三排呢 我也不愿意 对吧 毕竟这个实际体验 跟那些准中大型7座MPV 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但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这个第三排预留了 有儿童安全座椅接口 其实我是不太建议 小孩坐在第三排的 但是实在没办法 比如说第二排 坐着老头老太的 那孩子没办法 只能坐在第三排的情况下 那这个第三排 还是可以给儿童贯通成功一下 动力方面 目前国产的QS60全系 都是VC Turbo 可变压缩比 20T 252马力 376牛米 这个20T 配一个豪华中大型SUV 只能说两字 够用 比如说你现在100加速到120的时候 它这个加速的感觉呢 就会显得比较嘶吼 没有3.0T六方机来的那么从容 那传动配的是一个财福的横置9AT 比原来那个拉胯的CVT 肯定是要强多了 那这个变速箱有两个特性 第一个是顺 就是你在堵车的时候 基本上感觉不到什么顿挫 那第二个特性呢 就是慢 比如说现在 突然不是我加速 就得等个一两秒 这个车身姿态才有一个反应 反正我现在是不太习惯 这种反应比较慵懒的车呢 那隔音降噪方面 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比如双层夹胶玻璃 在前面侧面后排都是有的 同时呢 底盘对于胎噪的隔音也不错 唯一不好的就是这个发动机的噪音 停 还是比较明显的 那这台车行驶起来 其实最大的优点 我觉得就是开着舒服和坐着舒服 开着舒服体现在翻盘软 刹车软 然后这个油门也软 那坐着舒服呢 就是它这个悬架 这个悬架在保证你过弯 车身没有较大的侧倾情况下 也做到了非常非常的舒服 路面上各种大大小小的振动都能吸收 再加上它的座椅很舒服 就达到了很多老大哥喜欢的那种 忽湿忽湿的感觉 开这台车跑高速 确实是一种享受 所以整体来说 我觉得QS60全方面表现 都有一个突飞猛进的进步 但是呢 我觉得除了开着特别舒服以外 好像没有什么鲜明的特点 那唯一我觉得比较好玩的 可能就是这个AR的导航了 通过屏幕看这个导航出扎道的时候 还是挺方便的 那这台车目前的预售价是 45万到60万 我说实在的 有点贵了 虽然说好不容易换代了 又国产了 对吧 但同级别对手还是挺多的 有这个天天打折的XT6 还有3.0T六缸的飞行家 那英飞尼迪又不是一个 现在很火很火的品牌 这个品牌影响力还有在提升 所以这个时候就得靠一些 国产后的性价比来吸引消费者 那现在这个价格 显然我认为性价比是不够的 当然了 国产以后呢 一般就会有一个新的销利目标 我希望这台车正式公布它的指导价 能比现在便宜一些 那不便宜的话 那市场优惠再给点力 好不好 喜欢记得分享哦